嗨,大家我是楊 上集我要講到實微的顯理論 還有11微的M理論 既然都講到維度了 這集我們來講維度問題 聽說當初在研究實微的顯理論時 發現實微空間裡還有理論漏洞 新的模理論就在超顯的線上拓展成超模 聽不懂沒關係 以11層空間來解釋宇宙 所以簡單講就是實微不夠解釋 要11微才能解釋宇宙 但是人類只能感覺到三微空間 其餘的維度我們感覺不到 其實這就跟光譜有點類似 我們人類只能看到可見光的波長 可見光波長範圍 一般是定義為波長介於400到700奈米之間 但是有的人可以感覺到380到780奈米之間 也可以說我們只能看到可見光的頻率 因為光是由波長乘以頻率所組成 我們聽不到超聲波 也看不到紅外線跟紫外線 但是我們還是會被這看不到的紫外線給賽上 紫外線的波長再往下降 還有AX射線、GAMMA射線等等 紅外線的波長再往上 還有你常聽的FM100 還是其實你是聽FM96.7 我要講的是 其實我們人類只能看到光的小小小小一點範圍而已 很多我們看不到或是感覺不到 我們先從0微講起 0微是一個沒有長度、沒有寬度、沒有高度的點 簡單講0微就是一個點 1微是一條沒有寬度、沒有高度的線 2微就像是在XY坐標系上沒有Z軸的面 所以是一個沒有高度的面 3微就像是XYZ坐標系有了Z軸這個高度 有長、有寬、有高的空間 這也就是我們所生活的3微空間 但是我們假設一個2微生物 例如螞蟻 當一個2微生物進入3微空間時 這個2微生物的時間會如何變化? 這個2微的螞蟻 當它進入3微空間時 時間會如何變化? 假設螞蟻在2微空間從A點跑到B點 需要花10分鐘的時間 但是我把2微空間捲曲起來 就變成3微空間 原本A到B需要10分鐘的時間 但是我們把2微捲曲起來時 A到B只需要一瞬間就能到達 這個技術概念我們稱為衝動 以後你想要在宇宙旅行 輸入你的所在地跟目的地 然後把這兩個點給捲曲起來 於是就能瞬間到達你想去的地方 所以總結2微到3微空間的變化 是多一個Z軸的高度 有的高度平面才可以捲曲起來 所以平面不再是平面 時間的變化從10分鐘變成一瞬間 然後身為3微生物的我們 是沒有辦法控制時間的 我們只能看到時間點 這個時間點就是我們活在當下的意思 也就是我們不能看到過去跟未來 我們只能看到時間軸上的一個點 這個點就是當下現在的意思 4微多了1微 這一微就是時間軸這一條線 身為4微生物它比我們3微生物多了一種能力 因為它可以看到整個時間軸這條線 而我們只能看到時間點 也就是4微生物它可以看到自己的過去跟未來 從出生到死亡 那麼5微要怎麼理解呢 5微又比4微再多一條時間線 所以變成兩條時間線 我舉個例好了 如果當初漩渦民人在他還是下人的時候 在班上吊車尾的漩渦民人 不敢面對恐懼 不敢面對困難 沒有比別人加倍努力 那麼他在未來也依然是吊車尾的下人 另一條時間線是 漩渦民人在他還是下人的時候 雖然他在班上是吊車尾的 但是他有足夠的勇氣面對挑戰跟困難 還有越挫越勇的精神 而且他也比別人加倍努力 慢慢漸漸的超越了所有人 在未來最終還成為了活影 5微生物可以同時看到你在未來的不同分支 那6微要怎麼理解呢 當我們是5微生物時 我們只能從平面上的點出發 雖然我們可以看到未來的很多可能 但是我們只能線性移動 但6微生物就不一樣了 他可以把5微空間卷曲起來 就像前面我講的 把2微平面卷曲起來 變成3微空間 6微生物可以把5微的兩個點連接起來 這時6微生物多了一種能力 他可以無視時間的存在回到過去 例如民人在他老年的時候他後悔了 為什麼當初不認真不勇敢面對挑戰 以至於老年的時候依舊還是沒有用的下人 於是他決定回到過去 回到中人考試之前努力練習 雖然中人考試結果不是很理想 但是至少當時的他面對挑戰了 最終還是成為了過癮 所以簡單講 6微生物多了一種能力 可以無視時間的存在回到過去 也可以說有後悔藥可以吃 那麼7微要怎麼理解呢 當你是7微生物的時候你擁有無限的可能 你擁有無限的時間線 你有無限種選擇可能性 你將擁有無限種未來 你可以從事各行各業 你可以當海賊王 你也可以當奇麟王 也就是職業圍棋選手 你也可以當硬直籃球員 你也可以開閃電比喻車 也就是職業賽車選手 太多了講不完 你擁有無限的可能 簡單講就是從這個宇宙的大爆炸 到這個宇宙的終點完結 你可以穿梭體驗各個時空可能的你 穿梭各種平行宇宙 聽到這裡你會覺得7微生物就像神一樣存在 但是我還沒有講完 那8微會是什麼情況 8微比7微多一條宇宙大爆炸的時間線 這一條宇宙大爆炸的時間線 所擁有的物理規律跟我們不一樣 例如我們宇宙的最低溫度是 零下設置273.15度 但是另一條時間線的宇宙 溫度可以更低 低到零下設置400度 重力也可以不一樣 光束也可以不一樣 物理規律跟我們一樣的 我們稱為平行宇宙 像這樣物理規律或物理常數 跟我們不一樣的 我們稱為多重宇宙 或是多元宇宙 8微生物可以移動到 與我們物理規律或物理常數 不一樣的多元宇宙 但是也只能線性移動 好啦 接下來腦洞再開一點 我們再繼續講9微 9微生物可以捲起8微平面 它可以瞬間穿梭於任何平行宇宙 甚至可以穿梭於任何物理常數 不一樣的多元宇宙 它想去哪個宇宙 就去哪個宇宙 它可以體驗每個平行宇宙的它 也可以體驗每個多元宇宙的它 聽起來就像神一樣的存在 那麼既然9微已經這麼神了 那麼思維要怎麼解釋 思維等你包含所有的可能 包含所有無限的可能 無限條分支 所有所有的一切你都能包含 因為你擁有無限條分支 無限條分支到最後的結果 看起來就像是一個龐大的圓 這個龐大的圓看起來就像是 回歸到了靈微的點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有人說 宇宙起源於無 然後這個龐大實微的你 包含所有所有的一切 你可以成為任何人 我再講一次 你可以成為任何一個人 你可以成為你我他 因為這個實微包含了 所有所有無限的可能 這裡就是為什麼有人會說 我們起源一個龐大的意識 而且你我他都是一體的 那你會說根據M理論 宇宙有可能是十一維的 這要怎麼解釋十一維 那是不是有可能 當另一個無限可能的龐大意識也出現了 這兩個無限可能的龐大意識 它們之間有個連結 這十一維看起來跟之前的一維一樣 像是回歸到了線 十維回歸到點 十一維回歸到線 只是這個點跟線的大小程度 已經不能跟當初相提並 照這樣的邏輯繼續發展下去 那會不會有十二維 十三維 十四維 甚至更高維呢 還是目前的十維 十一維 就已經是造物主人了 總而言之 每多一個維度 就能獲得或提升一種能力 所以那是不是神 只是維度比我們高的人類呢 當然這集我講的很多 有很多是無法證明的 之前量子力學的系列 就先告個段落好了 這集有點像宇宙跟神秘學的融合 之後我會講宇宙、金融、歷史、還有神秘學 我應該會從宇宙開始講起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分享和訂閱 掰掰 我們下次見